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车不调情 调情不开车 就在两人打起骂俏时意外发生了 一个女人被他们直接撞翻在地 真本想下车查看 阿东则让真赶紧开车离开 阿东是个摄影师 这天在给大学生拍毕业照时 透过镜头在一群学生中看到一张惨白女人脸 可转头就不见了 阿东以为是幻觉并没有放在心上 晚上真在阿东拍摄的照片中 发现了一个模糊的女人脸 这让他不禁怀疑 当初被自己撞倒的那个女人 是不是死了 为了搞清楚状况 那人重回事发地点 现场的维修工告诉他们 只是电线杆被撞坏了 没有人受伤 阿东拜托朋友把警察局和医院问了个遍 都说这片区域最近都没有人员伤亡事件发生 第二天 正和阿东一起去灵异杂志出版设词寻大佬 路上阿东透露自从那次交通意外后 自己的脖子就很不舒服 大佬告诉两人 杂志上的灵异照片都是假的 还告诉他们用拍李德拍书的照片才是真实的 当场出照片根本不可能PS 因为脖子越来越痛 阿东去医院检查 身体重时一看 自己的体重直接飙升到了240斤 不过X光显示 他的身体没有半点毛病 医生认为可能是当初车祸扭伤所致 另一边 真发现那些出现鬼影的照片都有一个共同点 背影都是学校实验楼 真独自来到实验楼 想看看能不能用拍李德拍下鬼影 结果果然拍到了 就在真要逃跑时 桌子上一个玻璃相框碎了 真走过去一看 那是一张拍摄于1995年的照片 上面的女孩名叫娜塔 就是被自己撞倒的那个人 在真的调查下 她发现了一张娜塔和阿东的合照 凭借女人的第六感 她感觉两人之间有故事 这天阿东来找汤 结果汤在阿东面前跳楼自杀了 汤的老婆告诉阿东 那天参加大学同学聚会的人除了你 全都跳楼死了 原来娜塔是阿东的大学同学 因为性格内向古怪 在班级受到同学孤立 阿东很同情她 久而久之 两人发展出了地下恋情 娜塔很爱阿东 送给她最贵的相机 并且将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也给了她 可是阿东和她在一起并不完全因为爱 而是可怜她 时间久了就没那么在乎了 甚至在电梯中 看到自己的好哥们调戏娜塔 她都没有出手 更不会承认两人之间的情侣关系 绝望的娜塔为了挽回爱情 不断割腕自残威胁 却让阿东更加厌恶她 之后两人成功分手 在那以后 娜塔就彻底消失了 真好阿东趁着周末 来到娜塔位于乡下的老家 发现娜塔在床上躺着 其实她早就变成一具干尸 原来当年娜塔回到家不久 就刺杀了 母亲不愿接受现实 幻想女儿还活着 在两人一番劝说下 母亲才答应将娜塔尸体火化 当晚睡觉时 阿东看到了娜塔的鬼魂 吓得阿东不小心手滑摔下了楼 索性只是摔断一只手 娜塔终于被火化 一切也都尘埃落定 真却意外发现 照相机上面显示鬼影 正在不断爬向书架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终于正在书架上有了发现 她将找到的底片洗出来 结果震惊了 原来阿东一直没有说出实情 刺杀的那三个同学 当年喝醉酒 把娜塔欺辱了 而阿东在发现之后 由于懦弱 并没有上前阻止 为了不让娜塔 把这件事说出去 唐还让阿东拍下厌照 知道真相的真 再也无法指示阿东 立马和他分手 而阿东也决定 和娜塔的鬼魂正面刚 拿着拍立德 在家疯狂拍照 要把娜塔找出来 可是一张鬼影都没发现 阿东生气的 将相机摔在地上 却不小心碰到 按钮弹出一张照片 拿起照片一看 惊呆了 原来娜塔一直 起在自己脖子上 怪不得自己总是脖子疼 崩溃的阿东 想甩开娜塔 却不小心再次坠龙 但阿东还是没有死 直接被摔坏了脑子 送进了亲身病院 而娜塔始终 骑在他脖子上 让阿东这一生 都无法摆脱 好了 本期的影视新气点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点点的 要点点名点 点关注哦 点赞 磨叹